我逆流而上 最远的旅行 和平精英品牌代言人 王一博 各种开启2021和平精英 空头节 有请王一博举起信号枪 发射信号弹 为玩家们召唤空头 哇 太酷了 哈喽 王一博 你好 我是小游 又见面了 来到我们的现场 刚刚这个话题 真的是太帅了 这次其实除了我们 参加到空头节之外 还是带着小使命 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对不对 真的 真的 带了一些使命来了 而且是带来了 专属的 专属福利 对 专属欣喜 专属福利 专属惊喜 短短的四个字 但是 其实我们涵盖了 非常多的内容 比如说 刚上线的空头节的主题曲 《空头时刻》 大家都听了吗 好听吗 好听 除了这个主题曲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惊喜 还有哪些呢 还有哪些呢 还有比如说 刚刚在大屏上 包括我们在入场前 都有给大家展现过的 我们的空头节宣传篇 没错 宣传篇 除了主题曲 还有宣传篇之外 其实在我们的游戏当中 也可以来解锁电竞专属语营包 尤其是王一博的电竞专属语营包 魏梦一博燃爆镜下 王一博2021超级杯 电竞专属语营包 现在已经在游戏内正式上线了 马上解锁 可以跟王一博一起并肩作战 这个语营包 其实也是录了很多的一个内容 在游戏当中 所以是拥有吗 其实前面我们其实也有提到过 我们8月份呢 即将会更新一个 夏日通浪赛的模式 但是大家可以在游艇乐园当中 体验冲浪啊 玩滑板啊 钓鱼啊等等 那王一博会第一时间去体验 我们的这个新的玩法吗 对啊 里面可以玩冲浪 然后还可以玩滑板 而且最近里面还有另一个模式 对 叫做 我们即将要 就是在最近已经上线的 绿洲起源模式 对 绿洲起源模式 这已经开始在体验了 已经在体验了 哇 已经在体验了 真的是第一时间去感受 我们游戏冲上线的一些环节 大家也可以去打开我们的游戏 进入到界面当中 来实时的体验一下 王一博都会去游戏当中一起玩啊 我们可以在游戏当中等着大家 那当然玩着玩着 说不定你匹配到的队友 就是王一博有可能啊 然后今天其实除了冲头节的启动仪式之外呢 王一博还为现场的观众们准备了一份神秘的惊喜 这份惊喜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有通过和平精英游戏账号购买超级杯门票的用户玩家都可以 免费获得王一博的电竞专属游戏语音包 每个游戏的ID会对立的送出去一份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玩家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有福气啊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夏日冲浪赛的上限日期啊 特别好近8月6号 为什么 因为8月5号是 作为和平精英品牌代言人的王一博呢 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也会加入到我们前方的战场当中 与我们的微博战队一起并肩作战 那下面有请微博战队登场 来采访一下野猫 哈喽野猫 其实一看到你就想到了一个梗 野猫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 当然今天也算是你作为这个职业选手来到那么大的舞台上来打比赛 而且我们的队友还是王一博 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紧张 除了紧张还有其他的吗 希望今天能正常发挥 然后跟王一博老师一起携手司机 没有问题相信你的实力啊 当然现在我是也要来采访一下我身旁的王一博 哈喽王一博 之前你的ID是关于发费镜系列的 那么这一次的ID还会是关于发费镜吗 因为那个名字被别人用了就只能换这个名字了 那可不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这次的名字是什么呢 我一般用四倍镜 哦 用四倍镜会打出怎样的一个成绩 今天是电竞模式 对 也就是说没有辅助瞄准的 就要看平时我们的明星大咖们 在私底下 在和平精英里到底下了多少功夫了 而现在王一博选手 他脸上也表现出来了淡定的表情 好的 各位现场及屏幕面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2021和平精超级杯超级战队赛 最后一天的第一场沙漠地图 好 沙漠地图是陆地面积最大的一张大型图了 不瞒你说啊 这个王一博选手的专屏语音包 屏幕当中 微博gaming的一般我用四倍镜选手 现在还是在他们的常规跳点 断层进行着搜索 刚才也提到了 语音包现在已正式在游戏内上线 马上解锁与王一博定肩作战 来了 这里现在的物资还是有一点点小匮乏 身上只有一个一级甲 那就我们目前而说吧 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嘛 我们看到的像现在微博的战队 还在进行一个圈边的转移 前年已经有人观察了 而野猫这里带着王一博选手 想要去拿一些更多的视野 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观察位置了 是的 下一个圈形依然是比较偏向的难过 是的 看到了王一博选手 在扫马路上的SMG 王一博选手 他现在用的是全新瞄准镜 进行了一番扫射 是的 这代表他这一局 肯定是还没捡到四倍镜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不过现在他们不在圈里 野猫 野猫你要知道身上戴着的 可是我们的和平金品牌代言人 你现在的车技也是至关的重要 刘献华已经是转移到了一个 圈形偏北部的位置 尸城再靠北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是的 是的 购买PSC充能礼包 可免费获得 王一博电竞专属语音包 我们和平金非常的照顾 玩家与选手们 总会在一些特殊的活动 开启的时候有着很大量的优惠 那我起 我是原价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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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gaming 一般我用四倍镜 王一博来了 来了 想要发起一个冲锋 因为ST刚刚打过架 现在是一个吊人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反向再绕 再看 还在观察 非常的谨慎 其实现在跟他们刚才的车队部署 有一些变化 刚才是野猫作为后军 前方有两辆车分别探点 这个时候野猫的担子也更大了 野猫这里想要从低点往高眼去直接打吗 第三人称 确实是野猫比较擅长的领域 而这个时候 这个反坡一过去 来到了石头处 也是有着野猫架枪的一处绝佳点位 是的 野猫跟王一博各丢了一颗手榴弹 看一下 厕所里面是已经排过的没有人了 手雷是在我们和平经当中 以不战而去人之兵的重要道具 是的 这个时候我知道 进圈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脸上这一架 我觉得是不得不打了 北斋大拳 两名带刀侍卫在前 王一博紧随其后 现在目前而言呢 微博战队只有三名成员了 进侧 另一名指挥北斋呢 悄悄的想要去探寻前往天霸的方向 是的 还在拿圈里的信息 不过 目前这里 我发现 王一博选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敢 每次都是跟着自己的队友在前面 一步都不落 王一博并非选择了店后 而是跟北斋一块冲向在前方 但是北斋的近点 有人 目前来说他们还不知道 这一颗手雷丢过去 非常的危险 看下 但是打倒 两个人都倒地 双方有一个互换大拳挺在最后方 我们在联赛里面 数据一直非常良好的 外星突击手大拳 此时此刻身上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毕竟在自己的老板娘面前 没有发挥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